花蓮北冰街的这栋大楼 房屋结构受损状况相当的严重 今天早上建筑物的主体几乎都要拆除完毕了 也预计中午前会完成整个作业 两人怪手抓起钢筋瓦砾送上卡车 一旁人员帮忙洒水避免扬起过多烟尘 强征后花蓮北冰街上五层楼明宅倒塌 45度倾斜怪手彻夜拆除 整栋建筑几乎已经被移平 4号一早花蓮县长也到现场视察拆除状况 3号早上7点58分规模7点2的地震 让整栋楼45度倾斜5楼变4楼 一楼早餐店甚至被硬生生压扁 好在整栋楼的人都惊险逃出 相关单位也在当天赶紧派怪手拆除建物 猪虎被通知回家取出重要物品后 就被安置到附近国小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移平 屠如其来的强震让老板的身材工具全都没了心堂血 只盼后续修缮能尽快完成还给他们一个正常的生活 记得陈金叶华联报导